大家好 今天是5月21号 香港再次面临历史性的危机关头 香港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前几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 他要推迟根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所提交的年度报告 原因是中国的两会有可能推出影响香港大局的重大的法案 果然正如他所预言 根据香港多家媒体和中国的大外宣都为香港零一的媒体的报道 那么这次的两会会推出实运于香港的国安法律 而且这个国安法律会直接绕过香港的立法局 以全国性法律的名义夹在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里面 直接实运到香港地区 那这个行为标志着香港原来的基本法23条 那真正的在香港地区实施了 也标志着香港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了严重的侵害 更加标志着香港的一国两制彻底堕落为一国一制 那中国政府为什么急于要在香港进行国安立法呢 原因是经过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之后 中国政府认为香港现有的法律根本制止不了香港人的抗议运动 根本镇压不了香港人反对中共政权的一切的活动 所以中国政府特别想把类似大陆地区的刑法 危害国家安全罪直接全部应运到香港地区 然后对香港人的言论自由政治权利全面的镇压 全面的限制让香港人变得规规矩矩 如果有不听话的造反的呢 也就像中国大陆一样进行严刑军法的审判 所以他一定要进行国安的立法 在法律上有了依据之后 他要加强镇压惩罚的力度 那我们看到呢香港现在目前的法律来说 第一个呢中国政府认为你每次对那些抗议分子啊 判得太轻了啊比方说我们知道像黄志峰啊 他因为参加云散运动呢最后呢就以这个违反禁制令的名义 判了三个月啊实际上就待了两个月就出来了 那在中央政府看来来说对这个痛乱分子呢判得太轻了 你这是纵容犯罪啊 我们知道对战中三子啊就是朱耀明牧师 戴耀亭教授啊陈建民律师 对他们三个人呢实际上主要是首犯 按照中央政府的意见来看呢 把他们三个人判死刑那都不够的 但是根据香港的法律呢 他们都判了16个月啊 就是有些人呢判了缓刑 像朱耀明牧师呢判了16个月判了缓刑 就是你不需要在监狱待 戴耀亭啊他就16个月判刑 但是呢有待了几个月就出来了 陈建民他呢待的时间长一点 总而言之呢就判个一年半载 甚至是缓刑 所以在中共的眼里啊 对他们惩罚力度太轻了 必须要加重惩罚的力度 而且判他们的时候 罪名呢都是妨害这个秩序啊 妨害交通啊等等 就是根本没有一些政治性的罪名 所以必须要对他们加上一些政治性的罪名 那第二个方面呢 中央政府认为现在对付香港的各种的抗议运动呢 现在香港的法律根本呢对付不了 比方说这些网络上的这些言论 而且呢我们知道反送中运动是通过电报群呢互相联络的 这些呢你在香港的现有法律根本制裁不了 还有啊香港的这些活动人士到美国国会游说 到其他国家进行联络 这个在香港也是合法的 但是呢要有新的国安法的话 那这些都会作为各界外国势力呢 进行一一的惩处 还有香港很多组织啊 接受全世界的捐款啊 他们认为就是接受了外国势力的援助 还有到中央政府在香港的驻扎机构前面进行游行示威 这在香港法律来说都是合法的 但是未来国安法通过之后呢 那这些所有的行为都是违法 而且要严刑重判 那整个香港呢就会像大陆地区一样 你没有任何的政治自由 没有任何的言论自由了 那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澳门呢 他在2009年已经通过了澳门的国安法律 这个法律呢 规定了15条非法的行为 这些行为呢 就是颠覆中央政府呢 勾结外国势力啊 分裂国家啊等等 判的刑是非常重啊 都是要判15年 甚至25年这样的一个徒刑 而且呢 还有这个预备犯罪 就是你预谋要进行颠覆 预谋要进行分裂国家 这些呢 也都是犯罪 也要判这个三年以上的徒刑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样一个澳门的国安法 它就跟香港的国安法一样 它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香港澳门呢 变得跟大陆一样 完完全全听这个共产党的话 这是中共的最大的目的 但是中共这个目的呢 遇到香港人强烈的抵制 我们知道呢 最早呢就是2003年 中共呢 想让23条在香港立法 那这个23条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看一下 基本法23条的内容 香港基本法第23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 因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 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 颠覆中央人民政府 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进行政治活动 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进行联系 那基本法23条 它写的比较笼统 它的意思呢 就是香港你赶快立法 把这些笼统的条款呢 你变得具体化 要规定出来 哪些行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 哪些行为是颠覆国家政权 分裂国家 勾结外国势力 相相细细的列出来 而且呢 把他们相应的处罚措施 全都给列出来 就这样一套法律呢 给制定出来 所以2003年呢 董建华就要搞这个23条立法 结果呢 招致香港人的全体的大反抗 大反对 有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 包括建制派的很多的大佬啊 也提出了反对 当时呢 还是经历了SARS的 很多的一些因素呢 那最后港府呢 就放弃了23条立法 人民获胜了 但是呢 经过反送中运动之后呢 中共意识到呢 必须要加强国安立法 没有国安立法的话 你镇压的任何的措施 就没有法律依据 所以先要把法律依据给搞出来 然后呢 加强增加的力度 彻底的消灭香港的民主的力量 所以呢 尤其是港办主任夏宝龙和中连办主任洛惠宁他们任职以来呢 两个人呢 经常就说要在香港进行国安立法 夏宝龙这个人呢 拆十字架 那是出名赵柱啊 他手段是非常的残忍 野蛮非常的荒谬的一个人 所以他呢 时时刻刻就是想到是 要香港重新进行国安立法 要把中国的类似刑法的无害国家安全罪啊 全都要套在香港 但是他们知道啊 通过香港的立法局来进行立法 那肯定信不通 因为立法局呢 很多的民主派的议员 在香港地区啊 讨论这个国安立法的话 那也肯定会引发比反送中运动更大的一些运动 那么他们就想出了一招 就是直接由中国的立法机关 全国人大 来制定一个全国性的法律 然后把这个全国性的法律呢 直接套在香港的头上 然后叫香港呢 去实施 目前根据香港基本法的第十八条 有些全国性的法律呢 是可以在香港进行实施的 我们先看一下香港基本法十八条的内容 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 第二款 全国性法律 除立于本法附建三者外 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反立于本法附建三之法律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那根据香港基本法十八条第二款呢 就是有些中国的法律 就是列在基本法附建三的这些法律呢 可以适用在香港地区 所以呢中央政府就动了心思 那把香港的国安立法我们就放在附建三 然后呢 进行全国性的法律在香港实施的这样一个程序 那这样的话起码在程序上显得很正义 就是我不经过香港地区立法机构的讨论 我直接就全国人大 中国的立法机构讨论确定法律 然后在香港实施 这个在程序上来说 还算过得去 所以呢 他呢 现在就是要通过 基本法十八条第二款 然后把这个法律呢 在附建三里列出来 然后在香港地区实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附建三呢 到底有哪些法律 香港基本法附建三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 下列全国性法律 自1997年7月1日起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念国歌国旗的决议 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 三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国的命令 赴国会图案说明使用办法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法 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 那我们看到附建三所列的法律 主要是有关中国的领海 外交国家的象征符号等等法律 在这些法律之列里面 硬心深深的擦进一个有关香港国家安全的法律 那显得非常的别扭 这种别扭就说明了中共 他就是要通过全国的立法机构 把一个关乎香港人命运的法律 不经过香港人的同意 不经过香港人的立法机构 强行地夹在香港人的头上 他就是要通过这个所谓的程序正义 把国安立法强加在香港头上 那么呢 他的这个行径必然会遭致全世界的反对 他钻这个基本法的空子 来达到他镇压香港的目的 必然会遭致香港人激烈的反抗 也会遭致美国对他严厉的制裁 根据媒体的报道 夏宝龙、罗惠宁要紧急的跃见 香港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给他们通报有关国安立法 国安法要在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列举出来 这样一个整体的方案给他们进行通报 我想呢 这些港澳地区的人大政协委员们 他们肯定会一直的表决通过的 因为他们本身呢 就是清贡的人 有一两个不清贡的呢 他们提前也做好了工作 然后在5月28号 那全国人大就会针对这个法案呢 进行表决 那我想呢 港澳地区的肯定一直会举手通过 那中国的这些人大代表们 也全部都是中共的人 也肯定会全部一致通过 那现在来看呢 这个法案 这个恶法 要被通过 要被在香港地区实施呢 已经成为现实 那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第一 它会激起香港人 更大烈度的反抗 那这个反抗的烈度呢 可能就要超过雨伞运动 超过反送中运动 因为这个恶法 它是要全面的 让香港地区变成大陆地区 在每一个你的抗疫行为呢 都要作为犯罪行为来对待 那些抗疫的领袖呢 都有可能要判15年以上的徒刑 然后你们到外国接受捐款 到外国国会进行游说呀 这些都是犯罪行为 连在这个网上发个言论呢 都是犯罪行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香港人会全体起来 发动大起义 大抗疫 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第二点呢 美国会出重手 我们知道蓬佩奥正在等 人大两会通过这个国安法 通过之后 他马上就提交香港人权民主年度的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呢 肯定要制裁你林郑月娥 制裁你香港的保安局局长 等等这些泛用 反人类罪的这些官员呢 全都放在制裁名单 然后吊销你们的护照 冻结你们的财产 系列的都会出来 尤其是美国就会取消掉 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然后你的国际金融地位 就会丧失 然后你整个国际社会对你的待遇 就跟待遇中国的某一个省一样 那你的经济的优势 金融的优势全都会丢失 你东方民主啊 就会暗淡下来 你在法律上 国安法律上 你要跟中国去同 那你的整个经济各方面 也会国际社会呢 让你跟中国大陆去同 你的优势没了之后 那你呢 香港就会变成抽稿 那时候会变成一个严重的惩罚 所以现在中共呢 它是顽固不化 它是就要跟美国作对 美国要报复它 它要进行反报复 它拿着香港的前途啊 拿着香港人的政治权力 要跟美国呢 进行决一死战 那我想呢 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 其他正义民主自由国家呢 都会联合起来 在香港问题上 继续跟中共政权呢 展开斗争 直至中共政权彻底的瓦解 好 今天我们的分析评论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 保胜传媒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